大家好,李文亮逝世一周年,白宫的安全委员会也在推特上对李文亮进行了纪念 这个纪念的文章里边说他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说这话是美国副国安顾问叫博明 大家知道他一直强调五四精神 他说在美国视角下,中国五四精神的传承人就是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 表现在做出大大小小勇敢甚至大胆行为 而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人 他把李文亮医生这个大胆的行为认为是传承了五四精神 我一会儿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那么现在说李文亮他的这个纪念活动 我觉得美国是非常起劲的,纪念李文亮 国内呢,其实媒体啊,报道啊都没有 但是我看到了美国还有国外的纪念李文亮医生这个事 咱先回顾一下李文亮啊 他是在二月的时候染病的 那他当时爆料的应该是在十二月底啊 十二月三十号,十二月三十一号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他爆料,然后呢就被相关人员训诫吧 然后在微博还有这个微信上面 把这个消息就封锁了 随后呢 让他这个写这个回罪 承认错误 最后呢 引起了社会的反响吧 我只能这么说到这儿了 引起了社会的反响,李文亮这个事,大家应该都知道 而且呢,对李文亮医生这个事呢 海外媒体也逐渐引述啊 说是打压言论自由 隐藏疫情 很多人因为这个 美国呢,其实也是举这个例子啊 因为美国知道 知道中国因为维护国安 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的这个相关的稳定吧 他是有这个手段的,那这个手段呢 就与美国推崇的这个价值观 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那他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打击你中国 中国老百姓看李文亮这个事儿 其实也觉得,对吧 说了点话 然后说他造谣 最后 其实李文亮医生也平反了嘛 道歉了 相关的公安机关也道歉了 然后 有关负责人也处理掉了 所以你从这点上看啊 李文亮医生这个事儿 咱得方两方面来看 他这个行为 我说过他这个行为 如果按当时来说 这个疫情还没有明朗的时候 我觉得李文亮医生他这个话被处理啊 也属于正常 谁都不知道这个疫情 谁都不知道这个疫情 那还是要控制言论 是吧 如果社会出现动荡呢 对吧 所以我说那天我之前讲的啊 其实都没有错了 警方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条款 相关的这个警方的 对这个社会控制啊 管控的一些文件吧 相关做出的决定 也没有错 因为这个疫情 大家也不知道 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 李文亮这个事儿呢 逐渐的就转变了 就认为警方打压言论了 所以这个分不同时间段 其实核心问题啊 我告诉大家 就是美国看准了中国 现在这个发展 发展的时候 有这个国家安全需要 要控制言论 那美国利用你这点控制言论 那打什么 打民主牌 让你大胆的发言 大胆的揭露中国的问题 但这种大胆的揭露中国问题 是不是五四精神 我最后现在要讲的啊 就是是不是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 里面提到了 对吧 是确实要有公民意识 要揭露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人为不公义的事儿 确实五四精神这么讲的 这个没有错 咱们人都知道 好赖啊 五四精神 里面提到的也是 面对腐败 面对腐朽的一个社会 咱们要批判 但是我觉得五四精神 最重要出发点 是希望中国好 是希望中国啊 能平稳度过 那这个出发点 其实和这个 当时有一些警察呀 当时有一些执法部门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 你觉得这个矛盾吗 我觉得不矛盾 这才是一致的 社会稳定了 对吧 那是不是这个社会稳定了 中国也就发展的更好了呢 五四精神 并不是说拿着一个五四精神 追求这个言论啊 追求自己的这个公民意识 特别像陈秋实 像到处说自己是公民 拿这个公民意识啊 来反击政府啊 所以我说这一点 你要是想不透的话 其实很难理解的 但是我想透了 核心价值是什么 五四精神 希望中国过得好 中国人啊 能够发展起来 中国人能够过得更好 那其实这一点才是共识啊 不管是李文亮也好 陈秋实也好 你包括警察 他当时那个警察也好 维稳嘛 维持稳定 稳定对中国好不好 也是好事 你看双方互相 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最终的目的 还是希望中国好 你理解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了 都希望中国好 那他们互相之间这种冲突 美国就可以利用了 对吧 陈秋实他不让你说话 为啥 你一说话 可能社会不稳定了 那他打击 打压你言论自由了 打压你这一切了 你要不理解的话 像陈秋实这样不理解 很多人看 对呀 陈秋实 他说的没错 我是纳税人 我是公民 我就应该说 你看反而美国得到支持 很多人听了美国人的话 觉得美国人是主持正义的 但是美国背后 是不是希望中国好呢 我希望这些人得听懂 是不是希望好 他高举着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最后的核心是什么 希望中国变化 中国能变得更好 中国人不再打内战 变得团结 是这一点吗 那你看美国人 老是提五四精神 那这个五四精神 到底是不是美国人认为的 美国人只认为言论自由 这就是五四精神 只认为 是不是 我这是公民 意识 我可以批评政府 这就是言论 这就是五四精神 我觉得这个 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另外五四精神的核心 还是为了中国的好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矛盾的地方 所以你想透了以后 如果大家都是为了 中国的好 其实没必要那么激进 我觉得双方呢 包括 当时李文亮处理李文亮的警察这方面 包括李文亮 也包括其他的吧 其他各方面的势力 如果都是为了中国的好 如果都知道 那是不是可以沟通一下 我个人认为 如果当时好安好的沟通了一下 不都是为了中国的好吗 那后面事也其实没有 美国人也没有办法插手啊 所以就我 我为什么我 看完这个白宫呢 说五四精神啊 是李文亮医生的 他的这个 主要想法吧 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我不是说五四精神啊 给你公民意识 对吧 一起来反对这个政府 反对这个现有的社会制度 甚至 这就是五四精神 并不是这样 那狭隘了 五四精神更广大的 其实是让中国人变得好 中国人过得好 所以不是说 光喊一个五四口号 中国就变好的 不是 还是稳定 你看这样 我一说你就理解了 当时武汉也是图稳定 乱哄哄那样的 我觉得对武汉人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李文亮医生这个 我觉得是个悲剧 我个人认为是悲剧 这个悲剧呢 是有多方面的 也包括美国 借着李文亮医生 西方借着李文亮医生 这个事 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搞乱中国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如果你呢 想五四精神 我也支持 因为我其实也推崇 五四精神 咱们中国人必须得 了解这个世界 像五四 觉醒吧 咱们中国人得觉醒 但是前提是中国得好 就像有些人天天讲 联邦帮联 中国人就团结了 跟世界大同了 不是的 中国一定打内战 中国打了内战 那是好事吗 但是你完成了你的梦想 自由了 民主了 但是中国打起内战了 对中国是好事吗 所以我觉得出发点 一定要想清楚 是不是为了中国的好 博明呢 他呀 像美国这些 所谓安全顾问呢 他有自己的想法 高举这个自由民主 大旗 希望你 自己自由民主 但是他想的是 美国的利益 你自由民主了 我美国利益 我美国就悠闲了 为什么 他知道 只要你自由民主了 或者你开放了一些东西 你就会乱 就会产生矛盾 那这样对美国 是不是有利 咱们看美国 得想清楚这些说话 后面的逻辑 后面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高喊的 这个五四精神 其实也是爱国的 他可能打心理 也是爱国的 所以各方面都得容忍 还是沟通嘛 另外呢 得看清楚 地缘政治很复杂的 他告诉你 这句话说的对 我支持你 但他让你这么做 你得想象 到底是不是 对中国有利 这我说啊 为啥我说 道家思想 在这个事上 就能看懂啊 就黑和白 它是并存的 对和错呀 在这个事上 也是并存的 大家其实都是 希望中国好 然后呢 发生了矛盾 美国又借机 干预你这个矛盾 这还是想影响中国嘛 我是看透了啊 我是看透了 所以啊 你会发现 我并不是和 像美国啊 像博明啊 这些 有共同的理念 我也跟他们有个事 他博明这些人 是站在美国利益上的 一定要为美国利益出发 而中国这些人呢 你像陈秋实呢 如果他能站在 中国人的角度 中国的利益的角度 稳定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也就理解了 有一些人呢 他是装的 装的不知道 所以他都知道 那这样人 我也不用多说了 中国这边其实也是 特别是 你从一个陈秋实 还有这个李文亮 医生这个事件 也可以看 中国方面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心是好的 要稳定 但是你方法呢 你方法不对 其实带来很多麻烦 其实都需要改正 我也只能说这些了 这个李文亮医生这个事啊 真的你看起来很复杂 善恶对错 都是并存的 这就必须要 尷尬